各位们大家好,我是丛丛 今天是12月15号2023年 今天是周五的下午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过去两周所喊的十只股票 然后呢,他们现在表现如何 我想大家都知道过去这周市场表现得非常非常火热 所以呢,也间接的帮助了 其实不是间接,是直接的帮助了 我们在过去两周给大家的股票里面的一个表现 其实都非常亮丽 十只标的里面大概有一只稍微没有表现那么好 其他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些股票到底是什么样子 而且我们这些股票还有没有机会再买 在这个视频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解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免责声明 以及我们的这个Social Media 那请大家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扫码加入 另外这个视频如果大家觉得看完 觉得不错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 转发给你亲爱的朋友们 好,那我们进入正题 好,我们第一个股票来做复习的是 复盘的是XLE能源板块 那能源板块呢在这个上周 其实表现的还不错 然后呢在底部里面也表现 说了就是上周我们是一个大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周阴线嘛,对吧 然后呢我们 我这个视频里面有讲到说 这个股票有可能是低开高走 所以低走高 所以你看市场在上周五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对吧 然后呢周一 这个是在平盘之后砸下来 之后往上拉高 所以呢 这个成就了我之前上周所说的 这个低走高的一个预期 然后呢也收了一个周的这个收正 所以呢 这个在波段上面其实是非常理想的 那我们非常像是我们能够所看到的 而且我在上周给大家做个视频解析 就是说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什么三角形 对吧 然后呢 呃形态呢 就是一个平顶的三角形 所以呢 这边如果能收正 然后呢 之后没有跌破这个三角的支撑的话 那这有有有有有可能哈 这个第一目标哈 是能够到 呃我们这个日线所讲的这个地方 好 第一目标到这里 好到这个85左右 是非常非常 呃可能的 所以或许在下周就可以到达哈 然后呢 呃 再稍微下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 是在第二个目标呢 是在大概87块子的位置哈 然后呢 这个形态其实还不错 所以呢 呃我们边走边看吧 但是呢 你这个 基本上在 呃波段上面是可以做的哈 那我这上礼拜 所看到一个第一个上涨目标 是在这里跟这里左右哈 然后呢 之后呢 在这个盘盘盘之后 还有呃就是继续的能够往呃能够到这里阻力 到这里阻力之后呢 可能会稍微啊做一些调整好 然后整个来讲的话 他这个以后应该会有机会把这个地方填满之后往上突破 但这个的话呢可能是要到明年年中的事情哈 所以会有一段时间 但是呢至少我们在这个短期上面可以抓住他的这个大概到这里跟这里的涨幅 好 我们看下一个啊 Las Vegas LVS 来看一下LVS呢 呃他这个股票上礼拜是呃我在这地方说这地方是有一个呃非常大量对吧 然后呢呃上周五是在这里哈 好那所以周一怎样就继续上涨 然后呢到了呃非常接近我画的阻力哈 稍微这个地方下来一点点 然后呢呃产生两天的呃回踩好 那这个呃我们先看一下周线哈 因为周线很重要哈 周线如果能够呃呃蕣持比较好的一个形态的话 那就会有利于之后继续的上涨 那呃我们看哎这个是怎么上周讲说这是一个呃下闲 然后呢收一个引线 然后这周呢怎么样稍微测试一下底部对吧 非常非常接近这个之前的低点 所以非常好 然后呢两只周线两只脚然后呢收正 所以呢呢呃下周的话呃预期哈 预期他能继续的往上走 虽然这两天有一点点阻力 但是我觉得是OK的 因为毕竟这个量大 然后这地方也是一个下降阻力线 突破以后的回踩 所以下周出大概在这附近踩稳之后 有机会继续往上走 下个目标位大概就到49.5到50.2之间 这地方我觉得应该可能会稍微做一些整理回踩 然后最后短期的目标 能够到这个下降阻力线 所以这个下降阻力线大概就是会在看时间 但是大概就是在51块左右的位置 所以这是在LVS这个股票 你已经有赚钱了 然后还有未来如果你还有机会的话 再买的话大概是这样一个操作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止损的话怎么抓呢 大概就是不要过分的破底 比如说这个地方 44块17 是一个你的波段的止损的范围 那等到到这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做一些获利了结 全部卖掉 或者是说稍微卖掉点仓位 然后等到他这边整理的情况以后 再继续的来做这个股票的波段操作 好我们下一个来看PLTR PLTR PLANETIR 这支股票也不错 上周有没有最后有没有涨呢 有涨一点点 而且是什么呢 是周线上是挺不错的 因为我上周也提到说 我们这个大阴线能够化解 是不是一个上涨之后拉回是怎么样 是不是能够收一个周的阳线 对吧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孕育线 就是说大阳大阴线之后 包含在里面 所以包含现在里面的话 就不错了 这是一个有好的进展 至少表示股价在这个位置 有获得支撑 有支撑的话 就可能在下周继续的上涨 这样一个实质最好的情况 对多头最好的情况 下周能够收一个大阳 大阳的话就大概能看到20块7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当然我们这个股票的最 这个止损是在这个低点 上周低点 那如果顺利的话 这个周一可能周一周二稍微盘一下 继续往上走 那目标大概是在20块 20块20块1左右 20块 差不多20块多少 不对 20块19块9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地方其实都是未来的一个上涨目标点 那上周有讲过说 它这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上涨中的一个产生一个牛旗 牛旗的话 如果这个旗不破 那基本上是有非常有可能 直接到这个新高附近 然后之后再往上 这个planetier其实还不错的 所以呢 这周有好的进展 所以下周继续努力 好我们看下一个股票 FSLY Fasting 它的话呢 来看上周不错 你看这个在上周你看我分析的时候是在这边 它是一个三角形态整理 对不对 然后呢 低买 然后呢 再希望能够突破这个位置 那你看这一周怎么样 刚好站在这个突破位的附近 先突破 然后再稍微做一些回踩 那所以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那我们在周四的时候 留下一个跳高的缺口 那跳高缺口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会是在缺口之上 就不再下去了 然后呢 就直接往上 或者是 这个拉回 速度不要太快 下闸不要太快 慢慢的拉回 然后之后 补了缺口 或在缺口中间 再往上走 那下个目标位 能够到达20块左右 所以这支股票 也是有 这个持续的动力 只要不跌破上周的低点 基本上它就有 可以继续往上走 那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周线图是涨什么样子的 周线图 这个是代表说 大涨之后 然后呢 这个趋势还不错 继续挺着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种趋势 比较差的股票 我们看多差呢 这个周线均线 都是蛮 其实说实在蛮烂的 但是呢 就说在这个烂中 至少有一个 所谓的 这个买气 一个 你看这个这么大一个量 所以买气的一个出现 所以呢 是在一个好转 趋势在好转的当中 周趋势 周趋势在好转当中 所以 未来是可期的 那这个 基本上小票 就是说 比较小型的票 最重要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你的止损在哪里 你的目标 往上慢慢推进 你可以在目标位的地方 卖出你的仓位 或者是说 结束你这个波段的一个做多 或者是说你减少仓位 然后呢 在慢慢整理的时候 再重新回来 这是在做这种 比较趋势比较差 或者是价格比较便宜的小票 的一个做法 OK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几只都是比较大的 这是上上周 后面几只上上周提的 那过去这四个是 上周所提的股票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NVIDIA NVIDIA 这个日线图非常的好 在这地方很标准的 碰到阻力之后 回踩回踩到我所标示的位置支撑 对不对 然后呢 又开始往上涨 好 这只股票呢 仍然在波段来讲的话 仍然是以过去的地点为止损 然后呢 目标至少能够到503 500块左右 然后呢 这个形态其实其实挺好的 所以呢 非常有机会到了503 整理之后 再突破 随着我们牛市的进展 然后继续突破 然后 所以呢 如果你稍微在波段上面要看紧的话 大概在这个位置做个止损 或者说止盈点 比如说跌破473 然后止盈出场 那否则的话 到这地方你可以稍微减仓 但是呢 这里所买的仓位基本上都可以大部分持有 一直到它突破为止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intel intel 其实这个支股票 已经慢慢的抓到它的感觉 怎么说呢 呃 我 这个 是住在oregon 这个美国西北边 然后呢 intel 其实就在我们这个 算是一个home town的公司 它的rnd就是 研发中心就在 普特兰 普特兰oregon 那它 呃 这个 呃 其实 整体来讲 它其实是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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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四块 然后呢 在 呃 这个 的破灭 泡沫破灭之后 曾经跑到十二块 然后在这边 盘了很久之后 哎 上来一次 在 呃 2019又上来一次 然后呢 又再下来 所以 它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好做 但是呢 我们在上上周 其实两三周前 呃 有讲过这个大阳线 非常好啊 那 代表了something 就是说 它做了很多 好的事情 所以呢 股价上涨啊 这公司做了好的一些研发 可能是好的一个 呃 这个生意 啊 就说 这个好的调整 啊 所以变得好 啊 呃 他再来 就是说 我之前有过分析 哈 他这个拉回之后 大阳线 哈 月线大阳线 之后 还会有继续上涨的过程 所以呢 呃 他这个基本上 盘整完以后 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那至少 至少 至少能够到 呃 这个52块 好 那目前为止是 目前为止是在46 所以呢 正在往一个预定的方向前进哈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说 呃 碰到所谓的红色线 比较大阻力之后 啊 回踩 对不对 三周回踩 之后往上 啊 所以非常好 继续往上涨 所以你在这附近买的哈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持有哈 那原则上 我觉得它是会一个 呃 飘飘上涨 就是 start涨一周 然后盘整一两周 继续往上涨 那当然如果 呃 继续拉阳线也是非常非常欢迎的哈 所以 呃 除非 除非这周 这个 这周的呃 阳线被吃掉 否则的话 呃 我觉得这个intel可以继续持有 如果你有你有 还有仓位的话 然后或者继续拿着的话 呃 以这个43块作为你的止盈 好 然后呢 呃 继续拿着 那能够到 分项目标52块 至少哈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呃 是比较表现没有那么理想的哈 因为这里讲了好几个礼拜 好 那 呃 看一下过去几个礼拜 其实没什么动哦 好 呃 但是呢 原则上是 怎么说呢 上上之后我讲到这个股票 是大阳线 对不对 JNJ大阳线 非常好 然后呢 通常在主力之后 对不对 我预期到这个 到这附近的主力 差一点点 然后就产生回撤 回撤呢 在大阳线的什么 这负范围之内哈 甚至大阳线的低点 好 这都是健康的 都是OK的 呃 所以呢 上周怎么样 低走高 就是过去这一周低走高 所以这又是一个什么 孕育线哈 就是大阳线之后 连续盘整两周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 下周我觉得有可能会爆发 好 呃 不要忘记 啊 收看我这个 今天是周五哈 周一 啊 周日我会给大家这个新的股票 那新的股票 我会给大家推 呃 我记得有一支是 呃 这个 也是属于生 生药 生化制药的 好 呃 呃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还是有戏 虽然他现在 呃在过去一几周大涨里面 呃生技产业没有什么参与到 好 但是呢 我觉得 呃 还是有好的标的 可以去啊 继续做 所以呢 我在呃 周日的视频 大家请记得收看 好 那这个是下周 好 有预期下周会涨的股票 OK 好 那我们继续看J&J 好 他的话呢 我认为下周应该会涨 好 然后呢 呃 这边是一个三角形态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收链的三角 看到没 好 收链三角 所以呢 其实这个形态是可以的 挺牛的 低走高 对吧 在我说的支撑位置 对吧 有没有买 好 那有买的话 继续拿着 这个股票是有可能往上走的 好 那往上走的话 我看的目标是突破这三角 那就可能会到 至少到161 好 那 呃 呃 止损呢 大概就抓 这个礼拜的底点 啊 就 呃 如果再跌到这个地方 好 那就表示 对不起啦 呃 死不我余 好 就 呃 这个止损掉 好 没关系 反正我们都还有很多好票 对不对 所以不怕 呃 有止损的 我们只要几率 剩做 呃 就是呃 对的几率多 然后呢 呃 输的话 就是说如果不对的话 呃 止损小 好 损失小 那你整体来讲 对不对 你有八个 八个赚很多的 然后两只小小输 那你基本上还是算大赚 对不对 好 所以呃 按照这样一个激励原则 然后呢 做好你的交易计划 这是重要的 好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看这个JNJ 基本上我觉得会 继续走高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呃 虽然现在过去几周 没有表现非常非常棒 但是呢 我觉得之后会接棒 接棒接上去 好 那 呃 先看这个16 呃 162 然后之后呢 到大概169附近 好 这地方就是一个什么 周线级的牛旗 哇 很棒哦 周线的牛旗 所以呃 虽然他的 动作比较慢 但是呢 一步一步的 还是有给你 这个赚钱的机会 好 我们来看这个众所瞩目的 特斯拉 耶 好 这个已经 呃 呵呵 讲好久了 我 我过去 呃 大概一个月有做了 呃 专门 替特斯拉做了一个视频 好 然后呢 也 呃 在好几次的个股里面 讲到特斯拉 但是呢 呃 一直都没有 出出去 好 所以呢 这周 有有好的表现了 啊 那个 呃 走得挺好的 好 上上周怎样 这个冲高之后回落 呃 上周呢 稍微一点点的 呃 往上 但是没有真正突破 这周呢 该算突破了吧 对吧 你们看看到底有没有突破 应该有吧 对吧 我没有看错吧 大家没有看错吧 对不对 突破了对不对 好 那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下周给我继续涨 好 那 那下一个目标 好 基本上我觉得能够到267 很快就可以到 今天多少了 收盘是253 对吧 好 所以呢 这个 26 267 好 这个 这个 就很快就到了 下周好就到了 然后呢 呃 来看一下 这个 呃 止损要怎么抓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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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 还有机会 这个 稍微有回踩啊 到 多少 呃 244 不会啦 不会觉得 我不觉得 再到244 我们看一下 下周 如果 没买的 想买的 还有什么机会吗 好 来 一定会有人这样问 对不对 那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下周能够给你有一个245 我觉得就偷笑了 可以去买了 245 讲好了 如果 回踩245 不要犹豫 赶快买 赶快上车 好 那 这一车 这台车 可以让你载你到 呃 这个 的 来讲一下 长远目标 哈 我觉得 可以到 大概 这个 314 然后 314 回踩 之后再往上 我这个是日线图 哈 然后呢 呃 这个 400 哈 400 我之前有做过400的视频 哈 这个特斯拉到400 明年 大概明年中 明年尾 哈 呃 讲到特斯拉 不要忘记了 这是我的特斯拉的这个 呃 这个 referral code 哈 那如果说大家有买特斯拉电板 特斯拉 我是说 这个 发电板 哈 这个 就是你的楼 顶楼的 或者是你的 呃 这个 呃 powerwall 哈 家里的供应的电的东西 还有 呃 车子 哈 包括Cyber Truck 哈 可以用我的referral code 那 这样会对我视频 对我这个 个人 哈 有个非常极大帮助 好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啰 好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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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周线图哈 在离开之前 好 离开特斯拉之前 再看一眼周线图 看他是不是完好 对 你看周线图往上 对不对 好 所以下一个目标很明显哈 能到267269哈 是for sure的哈 板上钉钉 然后呢 如果好的话 继续突破 能够至少到 这个299哈 赶快赶上 好 因为为什么 人家苹果 对吧 你看苹果 都怎样 都新高了 呢 新高 回踩 再新高 对吧 然后呢 微软好不好 我们随便举几个股票 对不对 人家 虽然之前跌很凶 新高 回踩 再新高 对不对 那你特斯拉怎样 是不是要加油 是不是要赶上 对不对 好 我们希望特斯拉能够尽量赶上了 好 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下 大家在做这个股票的时候呢 不要全部全部都把一个篮子都丢到这个 这个一只股 赌一只股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分配好 你比如说 讲那么多股票 你选几只 你觉得比较喜欢的 比较好的 然后小股呢 就稍微少一点钱 然后大股的话稍微多一点钱 但不要只压一个 只压一个的话 他跑 他不跑 或者说他跑 你不跑 那就麻烦 对不对 所以呢 要还是要分散一下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 最最好 大家都一起都跑 那万一像特斯拉这种跑比较慢的 他跑比较慢的 那那至少你就不担心 去拿着 一方面的心态也比较好一点 好 那么很快再继续复习 不然的话时间用了蛮多的 可能大家没有耐心的 好 我们看黄金 黄金 GOLD 是黄金的实体的价格 好 开高走低 回闸 对吧 然后呢 又反弹 对吧 所以呢 这边的话 要填充一下 填充一下 继续往上 走 唯一 唯一跌破 跌破这地方的话 才让这个形态 短期形态 暂时破位 暂时变不好 否则的话呢 在这边填补一下 好 这个位置 时间跟空间 再去往上 走 是好的 来 讲 GDX GDX的话呢 怎样 美联储 怎么样 大涨 对不对 你看这个地方 回踩这个位置 对不对 挺好的 对不对 非常好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哇 这漂亮 你看大洋之后 怎样 这个先回踩 然后呢 低走高 哇 这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对吧 那这个怎样 两洋加一英 这个是Bolish 所以下周 非常有可能 继续往上 而且 其实也是 就说在这个fundamental也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我们炒股也是要去看访成mental 就是说整个情势是不是好的 现在 美联储说要怎样 要准备 准备降息 而且不是只有大家觉得 是 那个Bowell 这个礼拜 对不对 都已经 在记者会都说 我们这个会开始 往降息的动作 对不对 那我 明天 给大家周末视频 会给大家稍微一步一步一脚印 稍微讲一下 到底这礼拜是发生什么事情 还有对照 过去几个礼 几个礼拜 几个月 到底美联储是不是 有一个很大的转向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fundamental的表现 所以fundamental要降息 要宽松 对吧 那这个对于这个黄金 是一个最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理由 黄金要继续下跌 当然我们不能对抗趋势 我们这个这样讲 我们虽然这样子很很很坚持 很很这个坚定的看好的话 但是呢 我们的止损什么 我们止损就在这 OK GDS 止损28.7 如果跌破 我们就不玩 那如果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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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跌破 那我们继续拿 拿拿拿 好 有机会 到 36 这个是一个很大机会 GDS不是做那个 什么三倍的 这个是 金矿股而已 OK 然后已经很剧烈 所以 尽量不要去玩什么 JNUG JNUG 那种 呃 加了不知道几倍上去 那个 不要去做 那 GDS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让他能够做到这里 我觉得就已经很 很可观的收入 所以 GDS 这个地方 我觉得 这个地方 这个 是你的波段止损 然后呢 可以继续拿 然后呢 再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可以沿路的 这个 拉回加仓 拉回加仓 这里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缺口啦 啊 缺口 那下周 可能稍微在这附近晃一晃 继续往上走 啊 这是GDS 未来走向 88 耶 终于复活了 哈哈哈 这个是 这 十字股票 唯一表现不好 之前 啊 这个 讲的地方 啊 上周讲了 上上周讲了 然后又继续跌破的啊 跌破了 但没关系 怎样 站回了 表示什么 假跌破 真 真 真拉回啊 破 或叫破底翻 啊 破了底又翻上来 啊 所以呢 这是Bolish的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怎么样 对不对 底部大阳线 所以是好试 所以至少会有一个好的反弹 啊 那这地方也是做反弹啊 不是做一个 我不确定好 是不是会是一个大波段的起点 不知道 没有人会 会马上知道 哈 在这里我也觉得是大波段起点 这里我也觉得是 对不对 这里我也觉得是 可是都不是 啊 所以呢 呃 等它盘整盘整完以后 继续说 他这种股票 趋势差的 他不会 他不会涨 涨什么样子呢 他最不可能涨 涨 就是 就是 下一个礼拜 或下面几个礼拜 就这样 嗯 上到这里 不可能啊 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呢 一定是这种走势啦 好 这样这样这样 OK 这是最好的情况了 好 所以你看我这样推推推推到 你说到这里哦 真的强 到这里至少也要 这个大半年 好 所以 呃 不要有那种 就是对 趋势下降的股票有悲分之想 好 这是我 给大家 最大的建议 所以呢 一步步做哈 然后呢 也是一样好 如果你有买的 呃 以这个上周最低点 呃 这个 70.58 作为你的止损 如果你有买的也是一样 哈 虽然他已经涨了一些 但是呢 他还是一个底 相对底部 所以呢 如果你买的话 也是以这个最低点作为止损 就可以了 哈 那 这地方 你看73 这地方怎样 70 也才3块 对不对 3块是几% 大概 5% 对不对 或者是6% 那你一只股票 常常死掉的 都是跌个一半 或跌到没有 对不对 那你这个 跌 跟的重大 对不对 跌6% 跌5%的 股票算什么 对不对 所以跌5% 跌3% 都算是小损失 哈 所以你只要抓住这个原则 哈 基本上 之后哈 都回来了 才是会让你赚大的 好 那我们今天讲了蛮久的 希望 呃 也谢谢大家能够耐心的听 我们 呃 明天 会给大家周末视频 后天的话呢 会给大家 另外 五支 好的股票 可以买的 哈 那 请大家 这个 大大期待 那我们 明天见啰 对啦 不要忘记 这个 呃 扫码 这里 好 Social Media 然后还有 订阅点赞 转发 好 我们明天见